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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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获得年度荣誉提名的演员代表 他们是毛小彤 王仁君 王子文 王阳 蔡新 赵又廷 马一利 肖战 庞燕 胡柯 新之磊 张宋文 刘林 林永建 宋春立 马少华 有请主持人 撒贝宁 马凡叔 黄晓明 热衣扎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在这里 我们一起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拜年 祝大家龙年生活 聚精彩 谢谢台上各位获得荣誉提名的演员们 我是总台主持人 撒贝宁 我是总台主持人 马凡叔 大家过年好 我是演员 黄晓明 我是演员 热衣扎 欢迎大家来到盛典现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由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 过吉祥年 喝红冠王老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由清洁雏君的雕牌特约播映 雕牌到家 喜上加喜幸福年 奈斯集团恭祝全国人民 新年快乐 幸福安康 这一年 总台大剧精品喷涌 精彩分成 一步步精品佳作 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热议 这一年与时代同心同向同行的钢顶剧目 展示着富有朝气的时代形象 用中国好剧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今晚的盛典不仅是一场高规格的荣誉盛典 更是电视剧人新春的聚会 今晚我们欢聚一堂 共同回顾2023的佳作 期待2024的精彩 没错 今晚可以说是 聚晚聚暖聚好看 今天在这里我们将为大家揭晓 2023年中国电视剧的多项年度荣誉 首先要颁发的荣誉是 年度突破演员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林永健 演员张国强 有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怎么样 这个年过得好不好 今天咱们电视剧人 可以说是欢聚一堂 真是一场聚晚 聚晚这个说法好 这是属于中国电视剧行业的晚会 是的 那咱们也送个祝福 我呢 祝行业在新的一年里 聚多 聚火 聚给力 好 那我就祝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聚财 聚福 聚开心 好 趁着这祝福的热乎劲 咱们现在赶紧把正事办了吧 对 咱们再干正事了 是的 首先请看 年度突破 女演员荣誉的 提名短天 获得年度突破 女演员荣誉提名的是 毛小红 问心 心想事成 我们要努力 终于都 王菊 一路朝阳 繁花 这扇门 我是不会再进来的 李沁 人生之路 梦中的那片海 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 闪闪发光的青春 心之类 繁花 黄河路上最刺激的不就是 一夜输赢 赢家同志吗 萧燕 南洋女儿情 今日我不要试试 这心中的水 是深还是浅 高夜 狂飙 一路朝阳 别跟我洗皮笑脸 获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 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 年度突破 女演员荣誉的 可是 哎呀 第一个我老乡啊 辛之磊 毛小彤 有请荣誉获得者 酷上繁花似锦 妩媚与撒上的事 李李 更是辛之磊 李李的故事有留白 辛之磊的风韵正盛开 毛小彤 毛小彤 无论是乐观自信的尊享 还是心脏中心的团宠 小太阳 毛小彤 总能为观众带去 治愈的正能量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大家好 我是演员 辛之磊 很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颁发给我这个 年度突破演员这个荣誉 《繁花》这部剧 凝聚了我们很多台前幕后 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心血 借这个特别的舞台 我要再次向他们致谢 2023年对我来说 确实是一个不断突破 不断进步的一年 我希望自己未来能继续努力 继续成为一个好的演员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演员毛小彤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给我这个荣誉 也感谢问心这部剧 台前幕后的所有伙伴们 突破对演员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词 我也一直希望我每一部作品 都能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我 看到我的变化 希望未来我能有更多的作品 在总台播出 也希望大家 2024年心想事成 谢谢 祝贺辛志磊 祝贺毛小彤 接下来有请两位嘉宾 继续为我们颁发 年度突破男演员荣誉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年度突破男演员荣誉的 提名短片 获得年度突破男演员荣誉提名的是 王仁君 问苍芒 要光明正大的动 狠狠的动 白敬廷 长风度 顾九四 愿以此身血肉 护你一拳五尘 张若云 明龙少年 你们还会经历更多的失败 更多的空欢喜 张婉毅 父辈的荣耀 从今往后 我会让小晴 越来越幸福 肖战 梦中的那片海 骄阳伴我 人生可不止是一片石刹海 陈晓 人生之路 看看兵马友 看看我们的老祖先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突破男演员荣誉的是 肖战 王仁君 从老北京到职场新人 肖战在不同年代的反差角色间 自由切换 赤绳和可塑 是他的标签 王仁君 用细腻生活化的表演 呈现出历史人物的青春热血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大家好 我是演员肖战 特别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电视剧盛典对我的认可 每部作品都凝结了台前幕后 所有人的付出和心血 作为一名演员能够有所突破 也离不开所有人的帮助 这份荣誉对于我来说 既是一份肯定 也是一种激励 未来我会更加坚定地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也祝在座的每一位 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龙腾锐气 燕舞春风 谢谢 非常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颁给我 这首先是对问苍芒全体主创的认可 更是对我个人的鞭策 请允许我用问苍芒中的台词 来表达我作为一名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 不懈追求和美好愿望 我们总要努力 我们总要拼命地向前 我们黄金的世界 光滑灿烂的世界 就在前面 祝贺肖战 祝贺王仁军 从几位荣誉获得者的身上 我们看到 十年磨一剑 突破不是瞬间完成的 它一定是日积月累 晨星打磨的结果 是的 突破需要沉淀和积累 是的 过去一年 我也一直在沉淀 一直在积累 我已经积累了很多 还没有来得及追的剧 今年可追的剧是太多了 因为有家庭剧 职场剧 年代剧 古装剧 追下来 我的感受就是 追剧真香 而且不仅是在国内 在海外的社交媒体上 也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电视剧 掀起的追剧热潮 追剧不分国界 接下来 我们将要为各位颁发的就是 年度融合传播大剧 年度海外传播大剧 两项荣誉 有请我们的颁发嘉宾 演员吴哥 马依丽 大家好 我是胡哥 大家好 我是马依丽 所以我觉得 演员最幸福的就是 当你在作品里 在角色里 永远都不会老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获得年度融合传播大剧 有哪些片子 获得年度融合传播大剧 荣誉提名的是 黄彪 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三级上 别动 警察 我们的日子 我们的日子 人这一辈子啊 能那么树树秘密 aff 平平盘盘地呀 人生之路 人生这条路 仅要处只有一两步 每走一步 都可能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 好事成霜 现在就是我的最低骨 我所认识的年轮 不需要将自己和任何男人放置 这一仗我一定会打得漂漂亮亮 朱江人家 这个是大啊 高光建议 做任作息 气劫威胁 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自由去战斗 无所畏惧 照顾把所有财产都转移走 重新站起来 用法律保护自己 获得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融合传播大剧荣誉的事 黄标 有请荣誉获得者 一部黄标 掀起了开年的追剧狂潮 大小评原动传播 收视热度一路黄标 刚才特别期待那个保总 用上海话说黄标 怎么说 广标 广标 学到 代表爱奇艺 代表我们所有主唱团队 感谢总台对于狂标的支持和坚持 才让我们有机会 能够一起去打造这部现象级的作品 开年大剧看总台 已经不是一个口号 它已经是一个现象 过年在家追剧 我觉得成为了我们每个人别样的年味 同时要感谢中央政法委对于这个项目一路以来的支持和指导 还要感谢所有台前幕后的主创 我相信这是一部让我们所有人骄傲的作品 我也希望未来我们每次相聚的时候都是一场欢聚 谢谢 掌声祝贺 广标剧组 接下来有请国哥阿依丽继续为我们颁发下一个荣誉 年度海外传播大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海外传播大剧荣誉的提名短片是 获得年度海外传播大剧荣誉提名的是黄彪 只要不碰到这件事 永远是安全的 我要的是真正 三体 人类与外星侵略者的战争已经开始 三天后 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长风渡 侠之大者为何未免 我不想再承诺不了自己的命令 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 南阳女儿情 戴上了红头巾 你们便是三水姐妹的脸面 只要我们团结一息 就没有渡不过去的难关 莲花楼 任何人只要他敢危害天象 我必于知相当地 交扬伴我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非常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海外传播大剧荣誉的事 三体尼 有请荣誉获得者 三体以中国智慧打开想象大门 以东方美学 向世界奏响了中国科幻剧的强音 我要代表腾讯 感谢我们中国电视剧盛典对三体这部作品的认可 在年初播放三体的时候呢 还记得我们总台所有电视剧纪录片中心的同仁们 跟我们一起并肩 非常的温暖 觉得三体这部作品能够在国际上获得这么好的好评呢 得益于我们所有三体主创团队 因为这部作品凝聚了他们七年磨一剑的艰苦付出 是他们这种努力和他们对这部作品的爱 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三体 谢谢大家 再次祝贺三体剧组 同样也要祝贺我身边的狂雕剧组 这个新年的祝福 要三位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出好不好 希望还能来参加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用广东话祝大家新年快乐 三上四成 恭喜发财 好赛利啊 谢谢 那我们鸡州导演您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呢 今年是龙年 是我和宋文的本命年 所以我新年的愿望就是我们新的一年里可以跟宋文再合作一部戏 像狂飘这样能回馈观众 我们会共同努力的 李建老师 先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祝大家龙年吉祥 龙腾虎月 同时作为理想的扮演者 我想祝全国在一线的公安干警们 龙年健康平安快乐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龙年的祝福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祝大家在龙年能够龙年大吉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要问问小明哥和他那边的三体剧组龙年的新年愿望到底是什么 好 那么在我旁边坐着的就是我们三体剧组的演员们 首先恭喜你们获得了年度海外传播大剧的荣誉 恭喜 那子文你有感受到三体在海外的影响力吗 对 很多海外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三体在海外播得很好 所以作为三体剧中的一名演员我很开心 好羡慕你啊 那么随着三体在海外的热播 其中的旋律也被全球观众所熟悉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三体的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 为我们带来一首《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又奔波在一样的路上 追赶来一首《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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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雪然 一曲唱吧 你就能充分地感受到 三体电视剧属于中国式科幻美学的那种魅力 我刚才看到歌曲的最后荧幕上 各国语言的三体电视剧的海报 作为演员看到这些真的很震撼 是的 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宇宙级的浪漫 中国电视剧出海引发的热潮 背后体现的也是中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接下来将颁发的荣誉是年度实力演员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 演员刘佩奇 图松颜 有请两位 大家好 我是刘佩奇 大家好 我是图松颜 佩奇老师 向您请教一下 什么样的演员 才能算是具有实力的呢 我觉得 具有实力的演员 应该是能够掌控 不同角色的范围之内 塑造出不同的性格 是最重要的 俩字 准确 您说这太对了 一定要准确 分寸感把握的要好 其实今天能够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同仁到场 我也能感受到中国的电视剧真是实力满满 好 让她就看看年度实力女演员 获得年度实力女演员荣誉提名的是 刘林 父辈的荣耀 你不想考大学了 你想一辈子栽在这山沟里啊 宋丹丹 孰年 你就甭想再逃出我的手心 陈冲 问心 出来拼命工作 也是想能够有一天脚跟站稳了 宋春丽 我们的日子 原谅别人等于解放自己 陈锦 三体 两个质子 到达地球之日 就是人类科学 死亡之事 萨日纳 情满九道湾 叫孙子回归了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实力女演员 是 宋春丽 琉璃 有请荣誉获得者 琉璃 是东北林常与温良操劳的母亲 让我们感受到 无可替代的中式温情 宋春丽 是极具年代感的国民姥姥 笑闹走过半生风雨 她是温暖的情之归处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我特别高兴 今天能够见到很多老朋友 真没想到 我能有这样一个荣誉 所以我特别感谢 观众朋友对我的肯定 特别感谢总台 对我的认可 也感谢我设置组的 同人们的共同努力 才有了这样一个好的片子 我特别感谢 这个片子的制片人 徐嘉宁和李小冉 是他们在我 那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坚持等我 一定让这个角色 让我来演 没想到还拿了 这样一个荣誉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琳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方法我这份荣誉 也感谢父辈的荣耀剧组的 全体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 我觉得演员 跟一个好的角色相遇 是机遇 是缘分 更是一种责任 我愿意塑造更多的 有血有肉 大爱无言的母亲形象 奉献给大家 当然不仅是母亲形象 其他的角色 我也会竭尽全力 认真对待 最后祝大家 2024年 心想事成 平安顺遂 谢谢 祝贺宋春丽老师 祝贺刘琳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 年度实力男演员 荣誉的提名短片 获得年度实力男演员 荣誉提名的是 丁永代 画美 一个电话变成哑巴了吧 马上华 丁宝贞 问苍茫 在下丁宝贞 谢过春男大爷 张国强 熟年 我千万别摔成残位 摔成残位 我老婆还得去伺候 林永健 人生之路 三体 立刻启动 保护措施 郭涛 父辈的荣耀 九二三的工队 优秀的工队 从此都不存在了 董勇繁花 整理的曙光终于要出现了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实力男演员 荣誉的事 我就是不告诉你们 马绍华 董勇 有请荣誉获得者 马绍华 饰演晚清连历和革命先驱 他用老细骨的实力 在角色间自如切换 董勇 以憨好包裹清零的演绎 让只身闯荡上海滩的范老板 独具喜感与能量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我非常感谢总台 给我这个殊荣 我今年七十多岁了 我看见我们今天来的很多演员 我们过去都合作过 它是我们这个事业的希望 是我们这个事业的未来 我觉得这个盛典 对于我们这个事业的提高 和前进 一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总台的电视剧 代表着高质量的电视剧 这是广大观众的看法 坦率地说 我很多成长 是看总台 很多知识 而丰富我自己的 我非常感谢 我拍戏 那么多人 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 我的家人 一直支持我 没有怨言 我更要感谢 我们今天这么一个好的时代 谢谢大家 谢谢总台 谢谢王家卫导演 谢谢繁华剧组 三年来台前幕后 所有的主创和工作人员 最后我谢谢 谢谢我自己 我在这条路上 没有停下脚步 我一直都在努力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二位 同时也再次恭喜二位 正如刚才二位所说 我们希望所有 有匠心的影视人 能够在苍茫大地间 一路繁花 创造着属于影视时代的辉煌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荣誉 是年度影响力演员 有请荣誉预奔发嘉宾 演员余荣光 演员许蒂 有请 大家好 我是演员余荣光 大家好 我是演员许蒂 今天能来到这里 非常的荣幸 因为去年首届我也来了 在整个的行业影响巨大 今天现场的嘉宾阵容 就能证明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的影响力 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这就是平台的号召力 也能看到电视剧行业 欣欣向荣的发展 好 接下来 让我们看一看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影响力女演员的片子 请看大题目 获得年度影响力女演员荣誉提名的是 万倩 前行者 我爱你 我不怀疑你 王子文 三体 不要 回答 张灵芯 梦中的那片海 无所畏惧 小满生活 跟你没关系 黄瑶 明龙少年 干什么 放了你 唐烟 繁花 精浪成功 绝能成功 戳妮 无所畏惧 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过来 将来拿什么还人家 获得中阳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影响力女演员 荣誉的事 唐烟 王子文 有请荣誉获得者 唐烟全身心的投入与付出 才有了吃一口排骨年糕 便能传递万千情感的精湛演技 王子文的演绎 王子文的演绎 沉默不语 却似有千言万语 让三体员著迷认可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谢谢总台 谢谢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给我的这个荣誉 我很爱汪小姐 爱她的侠气 爱她的明媚 爱她的坚毅 爱她的勇敢 感谢王家卫导演对我的信任 将汪小姐交给我 我何其幸运 感谢所有为繁花付出过的台前幕后的演职人员 感谢所有电视机前一直支持和陪伴我成长的观众朋友们 未来我会更加努力 我是演员唐嫣 我已经敞开怀抱迎接未来的每次挑战 谢谢 首先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收益我这份荣誉 能够出演叶文杰是我的幸运 非常感谢导演杨磊和三体台前幕后的每一位老师 能够获得这么多观众的认可 我很感谢这份机遇 我也会继续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再次祝贺唐嫣 祝贺王祖文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年度影响力男演员的短片 请看大屏幕 复得年度影响力男演员荣誉提名的是 王阳 一路朝阳 无所畏惧 不可以也不能让自己的同情心左右自己的判断 白客 问苍芒 三体 我是真不知道 他们都竟是搞生产啊 还是搞破坏啊 李泽峰 心想事成 好事成双 我们俩这么多年了 你怀疑我 杜淳 冰雪尖刀帘 把尖刀帘的痕劲 给我拿出来 赵又廷 问心 救人当然没有错 但是没有什么牺牲是理所当然的 屠松颜 爱情而已 龙城 三体 你还让我说多少遍 调整评论 获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影响力男演员荣誉的事 赵又廷 王阳 有请荣誉获得者 赵又廷 喜怒不形于碎的医生周晓风 在赵又廷的演译下 让观众感受到火热赤诚 王阳 两部剧演译出截然不同的都市职场奋斗者形象 用真诚细造人物 精准把握角色逻辑 有请荣誉获得者发表感言 大家好 我是演员王阳 很开心的能够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年度盛典现场 而且呢 很高兴能颁给我这个荣誉 我感觉非常的荣幸 更感谢台前幕后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是他们成就了这么优秀的作品 未来的日子我继续努力成就更多的好角色 来回馈大家 谢谢 大家新年好 我是演员赵又廷 非常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给我们作品的肯定 感谢我们优秀的导演跟编剧 还有特别要感谢的是在前期筹备跟拍摄过程当中 给我们很多帮助的所有医护人员还有顾问们 谢谢你们的全力支持 我未来也会继续努力拍戏 然后在这里也引用气里的一句台词 祝大家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谢谢 再一次掌声祝贺我们的荣誉获得者 也感谢两位颁发荣誉的嘉宾 谢谢两位 现在流行一种说法 说生活必须要有仪式感 追剧也要有仪式感 有的网友他需要什么沐浴啊 更衣啊 我说你是追剧呢 还是自己在演剧 你看你这个就不懂了吧 因为追剧啊 对于很多喜欢看电视剧的观众朋友们来说 它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 回家一倒 吃喝不少 打开电视就无限美好 所以这怎么能没有仪式感呢 夏哥你呢 过年的时候 一家人一定要团圆在一块 吃完饭以后 刻着瓜子一块追剧 我觉得那就叫仪式感 没错正值春节期间打开电视机 一家人团圆在一起啊 仪式感肯定不少 提示各位 尽管好奇下一集 也别错过片尾曲 每当你打开电视机 让你喜欢的电视剧 为角色和剧情欢呼 甚至记得台词的每一句 你迫不及待要看下一集 等等 别跳过片尾 有人要和你相应 好发自我 好发自我 我 好发自我 我 道具和父亲真实而有诗意 故事发生需要这样的情景 摄影师要掌握光明的神器 记得云阳作样且充满魅力 还要设计构图抓取情绪 最美的角色才能与我们相聚 拍好的画面到剪辑手里 用时尚创作即将开启 不计其数的素材书里 把最好的故事呈现给你 学校团队拥有神奇的力量 让白天有月亮 沙漠拥有海浪 他们能够满足你的一切想象 科技家只是让创意自在翱翔 完美的剧情 还需要有省力 迎付三半飞过每一期剧情 这首篇委屈 像路后的你之心 诚信你们呈现精彩的大剧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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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来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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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换台 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场白 接下来 这是树里幕后的大舞台 这是树里幕后的大舞台 U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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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oh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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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来 U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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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h oh OHOh 别换台 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场白 这是树里幕后的大舞台 年度摄影 陈雪然 张艺林 请年轻演员们为年度幕后荣誉获得者欢发荣誉 他们用一场特别的演出表达了他们的敬意 祝贺各位 我想用一句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的电视剧台词来致敬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 那就是不小最大 本节目由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 过即将年和红冠王老吉 新年新级运 拜年戴上王老吉 祝你新年财运集 团员戴上王老吉 祝你新年嘉情集 过即将年和红冠王老吉 CMG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由清洁储君的雕牌特约播映 今天很扫 清清 博士衣服怎么那么脏 嗯 有雕牌 家中敬 福厂住 清洁储君用雕牌 写上加写 幸福年 纳爱斯集团 接下来呢 我们要颁发的荣誉是 年度制作人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制作人荣誉获得者 侯洪亮 影视出品人曹华毅 影视出品人赵一芳 大家好 首先请看年度制作人荣誉的 提名短片 获得年度制作人荣誉提名的是 白衣葱 三体 三天后 整个宇宙将为您闪烁 杨小培 梦中的那片海 好事成双 成功或失败 都是我们成长路上的精彩风景 徐晓鸥 问心 爱情而已 我会努力成为你的地铁 徐康 狂飙 熟年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路口 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彭启华 繁花 我和这片土地上大多数的阿宝一样 赤子之心常在 忍不想 替晓的 蔡福清 朱江人家 我什么危险都不怕 我要跟你唱一辈子的戏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制作人荣誉是 有请荣誉获得者 白衣葱制作的三体 还原原著气质 开启了中国科幻剧的新纪元 彭启华制作的繁花 十年模仪剑 时代质感 当代表达 让岁月故事回响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感谢每一位 其分繁花的观众 感谢所有参与繁花的演员 和工作人员 我们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总台 非常有趣 因为繁花是年底的时候 在热播的剧 而三体正好是开年的剧 就是我们能一起在一个台上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感谢我们每一位 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感谢大家 然后希望我们未来 还有机会 能够继续做好后面的作品 宇宙很大 我们有机会的话 要更多的去仰望星空 谢谢 好 恭喜二位 接下来颁发的荣誉是 年度编剧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 爱奇艺首席内容官 王小辉 优酷副总裁谢颖 有请 大家好 先给大家拜个年 非常高兴 能够和谢颖一起来 颁发这个年度编剧荣誉 请看提名短片 获得年度编剧荣誉 提名的是 田良良 三体 139号文明里 只有这一趟列车 深与飞挂掉电话 拿起电脑旁的 微装巨头盔戴上 眼镜里显示出了 巨大的蒸汽机车头 喷出浓浓浓的烟雾 朱俊逸 徐济周 黄彪 春节前夕 正是菜市场最繁忙 最挣钱的时候 水产店的老板 高启强忙得不可开交 高启强正张罗商量 他那几个带着红销标的市场管理员 急忙跳出摊位追了上去 周一飞 问心 周晓风轻轻踢开导管室门下方的按钮 走进导管室 全神灌注的操作 屏幕上显示支架 缓缓撑开了狭窄的血管 赵东陵 父辈的荣耀 星杰抱着一盆 泡了一天的白袜子 来到水池边洗着 我今天晚上看的星星 就跟我在家看的完全不一样 看 星杰禁不住顺着小情的目光 也抬头望着 宇宙中一片星河 灿烂如海 秦文 繁花 在和平饭店72号房内 阿宝看了眼镜中的自己 穿好西装 拿起桌上的酒杯 爷叔对阿宝说 上海人做生意 讲究派头 噱头 聊头 高满堂 柳化 书江人家 戏台上 佛山励志商人 陈宇清夫妇唱乐句 沉香丝母 观众看得过瘾 坐在主桌上的 是一个西装 和鲁连外边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裁第二届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编剧荣誉的事 周易飞 问星 秦文 有请荣誉获得者 秦文 以细腻的笔触 勾勒众生万象 故事里的浅犬情深 让九十年代的上海记忆 繁花似锦 周易飞 用问星向观众呈现了 校内兼具 温暖与真实的医疗故事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颁发给我这个荣誉 感谢我的家人 在这多年来 对我的支持和包容 我还要感谢繁花剧组 每一位专业而纯粹的同事 我是第一次 在整个拍摄期间 每天都在剧组 跟大家一起熬过 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 我未跟你们一起共事过 而感到骄傲 最后最重要的 也是要感谢 王家卫导演 见过高山 方知高山 繁花工作中的 涓滴细流 会让它成为 我未来创作中的经验 它将对我产生 非常久远的影响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颁发给我的这个荣誉 感谢台前幕后 所有为问心付出了 努力的同事们 谢谢电视机前 我的家人们 我一路努力的动力 就是希望能成为你们的骄傲 在此我还要特别致敬 在整个问心的剧本创作期 拍摄期制作期的 一百多位医护人员 感谢你们这一路 对我的指点和帮助 也因为你们 所以我们始终心怀敬畏 继续前进 谢谢 恭喜各位 那接下来颁发的荣誉是 年度导演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影视剧记录片中心副主任 梁红 腾讯公司副总裁 腾讯在线视频首席执行官 孙中怀 大家好 请看年度导演荣誉的提名短片 获得年度导演荣誉提名的是 丁黑 明龙少年龄 你就是龙海乔布斯啊 王伟 问苍芒 我们自己的东西怎么办 你训他呢 好不好 杨磊 三体 来来来来 徐继钊 狂飙 来来来 开心 康洪蕾 父辈的荣耀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离智 问心 竭力的是希望让片子 呈现出的真的东西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 年度导演荣誉的事 徐继州 狂飙 康洪蕾 父辈的荣耀 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颁发的 颁发的这样一个荣耀 感谢我们全体 社群 共同度过的那个岁月 我觉得这是一份荣耀 这是一个开端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颁发给我这份沉甸店的荣誉 感谢 感谢为狂飙的播出 给予大力支持和指导的总台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狂飙承蒙观众朋友们的厚爱 我们感激不尽 我也要感谢狂飙 全体剧组演织人员的辛苦付出 让我们有了今天的成绩 谢谢大家 谢谢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 兼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王一川为我们发布 2024年中国电视剧 发展趋势关键词 有请 大家好 我荣幸的发布 2024年中国电视剧 发展趋势关键词 新时代 讲好中国故事 优秀传统文化 人民美学 文明复建 经典文学改编 中国式科幻 文旅融合 国际传播 现实主义 谢谢 我们共同期待 2024年有更多的精品剧作 来讲述中国故事 接下来有请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电视剧司司长高长力 颁发年度观众 喜爱演员 有请 获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观众喜爱演员 荣誉的是 黄晓明 张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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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 黄晓明将数十年从业经历 沉变成演技 是多面特工方家树 沉稳暖男顾许 他用实践证明 唯有真诚 永不过时 蒋新 无论是特定年代的 叶影重重 还是平凡生活里的 酸甜苦辣 他共情故事 眼活人物 李健 他内脸低调 用后继勃发的演技 成就了一个个平凡 却不普通的角色 走进了观众的心里 张灵新 他率真又坚毅 用一颗敏感的心 将每一个人物角色 都演出了丰富的层次感 祝贺你们 谢谢 现在 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位演员 他第一次登台的时候 只有11岁 但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立志 要做一个最优秀的演员 就这样 到他51岁的时候 他以雅剧演员的身份 第一次登上了 央视春晚的舞台 很多人被他 一言不发 但是精湛细腻的演技 所折服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40年里 他已经演过了79个配角 那40年里 他默默无闻 但是 他不急 不躁 到了他52岁的时候 他迎来了人生的 第80个角色 技工 我记得很清楚 小的时候 技工登场 万人空巷 奇而破 貌而破 那是我们那个年代 孩子的集体记忆 技工之后 他又陆续演了很多的角色 这当中 有的有姓名 有的可能是 无名无姓的路人甲 就这样 又过了40年 在他90岁的时候 他又出演了 人生的另外一个角色 仍然没有名字 在戏里 人们叫他 亚搜 耶稣没有名字 但是分量极重 耶稣的分量重到 我听身边无数人说 看完之后 泪流满面 但我在想 这分量 绝不只是来自于一个角色 这分量 来自于一个演员 一生的信仰 让我们掌声欢迎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 终身成就艺术家 获得者 游本昌 游老 今天我才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说 不敢正视耶稣的眼神 他一眼仿佛能看透 我们的过去和将来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首届年度盛典 年度导演荣誉 获得者李璐 和年度编剧荣誉的获得者 王小强 为终身成就艺术家 游本昌先生 颁发荣誉 有请两位 谢谢 谢谢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两位 帮发荣誉的嘉宾 谢谢 游老 给在座的孩子们 说点什么 我好幸福哦 我应该感恩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 其实 其实在话剧部门 我是干了一辈子 在广播电视 我也是干了一辈子呀 因为在我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就搞广播 我在话剧部门 跑龙套 演群众 和其他角色 一人一时间 都参加广播 长期以来 我迎接着一代又一代的合作者 哎呀 真是 太感慨了 所以我 真没想到 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大概一生看到了我的 将近七十年的 在这个系统里头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 很受感动 这是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 一部发展历史 我是跟着成长的 而且 一般说 终身成就 都是老的不行啊 哪一个告别 没有说发给小伙子的 但是 对我来说 我觉得 这是一个战鼓 是催我前进 这个将是我的一面镜子 我面对它 我要自问 终身成就的 你够了吗 我做到了吗 我尽责了吗 还有什么不够的 我觉得 好啊 所以所有的在座的 比我年轻的人 我的同行 我的朋友 你们要耐住性子 要有坚持性 只要你向前 又行吹脸 一定会被看到 所以我愿意 跟所有的 比我年轻的 我们一起 努力 向前 受教了 过年了老爷子 我们给您拜年 祝您健康长寿 永保艺术青春 再次把掌声 送给游本昌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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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搜 真的再次感谢 游本昌先生 今天跟我们分享的 他拿到终身成就 艺术家的心情 感谢 接下来呢 我们要颁发的荣誉 是年度女演员 有请荣誉颁 颁发嘉宾 中宣部文艺局局长 刘汉俊 有请 大家晚上好 首先我想说的是 向游本昌老先生致敬 祝游老师 艺术之术 长青 上面请看 年度女演员 荣誉的提名短片 获得年度女演员 荣誉提名的是 马依丽 繁花 龙城 老总是你想见就见的 去查查自己的质量 刘亦菲 去有风的地方 人生有什么事 是过不去的呢 过不去的也会过去 张小斐 好事成双 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能寄希望于他人的事实 好累 熟年 你没跟任何人商量 你就把妈送进养老院 你觉得合适吗 热衣扎 无所畏惧 情满酒到弯 所以您这个理儿 爱跟谁说 跟谁说去 没人会支持您 奖心 前行者 小满生活 斗智斗勇 你都动不过来 下面我宣布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的 年度女演员 荣誉的是 马依利 热衣扎 马依利 明媚坚韧 是她的标签 立心磨奈 又重新出发 是她不同角色 共通的气质 热衣扎 无论是胡同一姐 还是都市白领 她掩活了一种韧剑 让人物蓬勃生长 真情动人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我看见有两个作品 一个是龙城 一个是繁花 感谢龙城整个剧组 帮我完成了郑东尼 我觉得我在我最好的年纪 遇到了最好的王家卫导演 感恩她帮我一起 完成了这个 让人又爱又恨的灵子 谢谢大家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给我这份荣誉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 对我的支持 作为演员呢 我将继续借交借造 继续演好 接下来的每一个角色 我也相信我会不断地突破 给观众朋友们 带来更多的惊喜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恭喜二位 恭喜 接下来颁发的荣誉 是年度男演员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编务会议成员 薛继军 有请 大家好 都有谁能够获得 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男演员的提名呢 请看大屏幕 获得年度男演员 荣誉提名的是 女和伟 三体 那就是虫子 从来就没有被 真正的 战胜过 张毅 狂飙 我会让他交代 全部的犯罪事实 牵着其中的人 一个也跑不掉 请领导放击 张宋文 狂飙 风浪越大 鱼越贵 张鲁一 三体 刀剧室的尽头是什么 福哥 繁花 秦浩 漫长的季节 小满生活 你说人生要是没有一点遗憾 那也多无趣 获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 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年度男演员 荣誉的是 吴歌 张宋文 吴歌 试演繁花中的阿宝 他让纵横商界的深情赤子 悦然荧幕 张宋文试演狂飙中的高启强 不像演的 是观众度他演技的最高赞誉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给我这个荣誉 感谢狂飙剧组 全体的朋友 今天的观众 他们认可的是 一个演员对一个角色的付出 我也感谢 这个剧 在去年 春节的期间 给大家留下的美好的收视的回忆 希望 2024年 我们春节愉快 一样有美好的电视剧 陪伴我们美好的生活 我是演员 张宋文 特别激动 能和张宋文老师 一块上台来接受这份荣誉 拍摄 繁华的期间 我是看着狂飙入眠的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鼓励和肯定 每一次上台 接受荣誉的时候 都是一个人 但是 干活的时候 永远是一群人 所以 无论这份荣誉被 如何的命名 我觉得它都是 属于我们剧组所有人 感谢 有本昌老师 在戏里 他是我的师父 他教会了阿宝 如何从阿宝 成长为宝总 在戏外 我们每一个 度过的 日日夜夜 他告诉我 什么叫做 得意双心 他告诉我 什么叫做 优秀的演员 我也想感谢我的父母 因为 我塑造了阿宝这个角色 就是他们那辈人 最后 祝大家 2024年 生活工作 具精彩 谢谢 谢谢 再次把掌声 送给两位荣誉获得者 祝贺你们 我国的第一部电视剧 是1958年播出的 叫 一口菜饼子 算下来 到2024年 中国电视剧 已经走过了66年 本届盛典 我们特别邀请了几位 与中国电视剧 同龄的剧谈前辈 他们在银屏上塑造了 许多令人难忘的角色 同时 也是中国电视剧 发展历程的 亲历者 见证者 与中国电视剧 同龄的他们 将介绍荣获 年度优秀电视剧 荣誉提名的 精品巨作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演员刘佩奇 我是演员许帝 我是演员 余荣光 1958年 第一部 中国电视剧 播出 点亮了 绚烂的 迎平世界 很荣幸 我们 与中国电视剧 同龄 荣获年度优秀电视剧 荣誉提名的友 去有风的地方 狂飙 三题 我们的日子 人生之路 爱情而已 龙城 漫长的季节 平凡之路 熟年 梦中的那片海 南阳女儿情 追光的日子 不完美受害人 莲花楼 冰雪尖刀莲 一路朝阳 父辈的荣耀 大道心火 问心 珠江人家 无所畏惧 小满生火 明龙少年 问苍茫 繁花 到底哪几部剧作 可以获得年度优秀电视剧的荣誉呢 有请荣誉颁发嘉宾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 朱永雷 北京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莫高义 为我们揭晓 有请二位 获得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 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 年度优秀电视剧荣誉的是 防标 山体 我们的日子 人生之路 漫长的季节 闷中的那片海 好戏电台 获得年度优秀电视剧荣誉的海友 这一关的日子 父辈的荣耀 问心 朱江人家 玲瓏少年 问餐满 祝贺 有请荣誉获得者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荣誉获得者 祝贺这些年度优秀电视剧 祝贺你们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荣誉是 年度大剧荣誉 这是今晚重磅级的年度荣誉 年度大剧 无疑是电视剧行业高峰的典型代表 也是时代的艺术表达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 兼总编辑盛海雄同志 为我们颁发年度大剧荣誉 掌声有请 中原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 年度大剧荣誉 繁华 有请各位 感谢盛部长 请嘉宾席就座 接下来 有请我们剧组的代表 分享一下此刻的感言 非常感谢总台 给电视剧繁华 这么高的荣誉 也感谢盛部长 亲自颁发 电视剧繁华 已经成为一个闪耀的文化现象 它不仅带来了 收视的热潮 也引发了大众 对于上海 甚至对于电视剧审美 等等一系列话题的讨论 唐昕视频呢 有幸参与到繁华的出品 创作 直至最后完整播出的全过程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这中间 离不开总台的权力支持 和慧眼十珠 期待未来 大家可以继续的携手 为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奉献出更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 再次祝贺繁华 谢谢各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由王老吉独家冠名播出 过吉祥年 喝红冠王老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 由清洁雏君的雕牌特约播映 雕牌到家 喜上加喜幸福年 纳艾斯集团 恭祝全国人民 新年快乐 幸福安康 2023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上 由总台牵头 汇聚行业的顶尖力量 成立了中国电视剧 精品制播联盟 精品制播联盟 持续奋力打造行业精品 让更多优秀的电视剧 闪耀迎平 2024年 直播联盟将发挥聚合作用 跨平台 跨创制机构 联合推进电视剧行业 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 兼总编辑 盛海雄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副局长 朱永雷 北京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莫高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编务会议成员 薛继军 中宣部文艺局局长 刘汉俊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电视剧司司长 高长力 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 兼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 王一川 为我们进行 发布仪式 祝贺 2024中国电视剧 精品直播联盟 系列计划 正式发布 2024中国电视剧 精品直播联盟 将推出 电视剧精品扶持计划 青年创作人才计划 城市文旅共创计划 从巨座扶持 人才培养 文旅共创等多维度 多方位 推进中国电视剧行业 高质量发展 也让我们共同祝愿 来年的中国电视剧 迎请更加的繁花刺激 卤花高油酸化生油 油酸含量75%以上 高油酸 让您吃出健康来 油酸多多 健康多多 卤花高油酸 助长寿多多 一种精神 一段历史 一脉传承 一份份亮眼的银评答卷 用创新的笔触 描摹社会万象 以各企命运 关照时代的天前 用心 用情 用功 讲好中国故事 在伟大的时代 孕育伟大的故事 让精彩的中国 拥有精彩的讲述 距离新时代 聚焦新征程 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 让我们以生活之笔 汇旧时代画卷 创作出更多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 文艺精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第二届中国电视剧 年度盛典 到这里 圆满结束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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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